什么叫真正的放下 为什么会有人有这个疑问呢 因为很多人常常会听到要放下 但是如何才算真正的放下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我们要来思考 为什么我们需要放下呢 要放下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们有所提起 而且所提起的这个东西 会造成一些负担 会造成一些困扰 甚至于会有让我们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放下 所以我们之所以要放下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所提起 风起时笑看落花 风停时但看天际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所谓放下 就是要放下那些自私的欲望 放下那些无谓的执着 放下那些顽固的偏执 风起时笑看落花 风停时但看天际 懂得放下 生命才会更加完美 不以的为喜 不以事为忧 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 也没有完美的人 真正的智者 要知道在何处 能做何事 该做何事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 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 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 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 这世界很公平 你想要最好 就一定会给你最痛 能闯过去 你就是赢家 闯不过去 那就乖乖退回去 做普通人 所谓成功 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 越走越深的是亲情 越走越浅的是爱情 越走越急的是岁月 越走越慢的是希望 越走越多的是年龄 越走越少的是时间 越走越远的是梦想 越走越近的是现实 越走越明白的是道路 越走越糊涂的是方向 最难打开的是新门 最难走的路是新路 最难过的桥是新桥 最难调整的是心态 时间告诉你什么叫衰老 回忆告诉你什么叫幼稚 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 昨天的太阳 晒不前今天的衣裳 当我们累了 也没有人陪你走一辈子 所以你要适应孤独 没有人会帮你一辈子 所以你要奋斗一生 二 与其用泪水悔恨今天 不如用汗水拼搏今天 三 当眼泪流尽的时候 留下的应该是坚强 四 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 喝起来是苦涩的 回味起来却有久久 不会褪去的余香 学会积极 远离悲伤的语言 茫茫人海 你我都是一粒 漂浮在其中的微小尘埃 我们小小的身子 在偌大时间里不断漂浮住 不断地想在时间里 寻找到能让自己安放的地方 因为我们相信 这个世间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无论路途多显 步履为奸 切勿被动地改变自己 为如此 你才可能会与众不同 我们每天奔忙住 错过了日出和日落的壮观 在万家灯火的城市夜晚 我们错过了天上的繁星 不要等到失去 才懂得珍惜 不要等到受伤了 才懂得原谅 不要等到淋湿了 才懂得遮挡 不要等到病入膏肓 才懂得保养 因为人生有许多等待 不可以重来 有一种心情 叫喜怒哀乐 有一种味道 叫酸甜苦辣咸 有一种智慧 叫深谋远虑 有一种缘分 叫天长地久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遇到困难 也不可能没有挫折 而跪在遇到困难时不气馁 面对挫折不自卑 女人比男人话多 却常常说服不了自己 男人虽然话少 说起来却能一针见血 女人对男人的崇拜 使男人有了力量和勇气 男人对女人的欣赏 使女人多了妩媚和灵气 男人美 是美在深度和真诚 女人美 是美在风度和表情 男人认为女人的可爱最重要 女人认为男人的可靠是最重要的 于是女人总在感情中跋涉 男人总在责任里奔波 男人说泪是泪在肩上 女人说泪是泪在心里 每个人的一生生都要遇见四个人 第一个是你爱但不爱你的人 第二个是爱你但你不爱的人 第三个是你爱又爱你 但最后不能在一起的人 第四个是你未必爱但最后在一起的人 如何劝勉别人对我所的放下呢 要以什么角度来劝勉呢 主要是要以无偿为主 比如说我们以无偿的角度去跟人家分析这些钱财 名位等等 都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是恒常的 我们又带不回去 类似以这个方向或这个角度 去跟别人家说明或去开导 或许对方就听懂了 这些都是对我所有的东西的执着 能够把它放下就放下 主要是从无偿的角度 没有永恒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世间法没有一个是永恒的 以这个角度来劝勉别人 希望它放下 这部分是对我所的放下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 就是有一天 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 你憎恨恼怒的人 心如止水 不再起心动念 坦然面对 一笑了之 即使别人在你面前 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时 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心里一丝连漪都没有了 风起时 笑看落花 风停时 淡看天际 放下 莫过如此 请传阅 有人正需要它 什么是你认为的幸福呢 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有用 请点赞订阅台湾加油蛋 开启小铃铛 谢谢